有意思我直接問你 胖的人還是瘦的人容易骨質疏鬆 基本上胖的人比較不會骨質疏鬆 終於找到個病是胖子是好事了你知道嗎 在這麼多健康的議題裡面 只有骨質疏鬆對我們胖子最好 但是也不能太胖啦 太胖容易跌倒 基本胖啦 對對對 我們略為豐滿 體重略重的人一定要好好等這一集 如果體重過低的人 因為我們身體的重量 有一大部分是骨頭的重量 那體重過低 一方面是他飲食可能不是那麼均衡 一方面就是他骨本存的不夠 所以他低體重的人會有骨質疏鬆的 或者是國際所公認的 健康資訊眾說紛紜什麼才對 不妨聆聽梁醫的雙重觀點 帶您輕鬆辨別健康知識 歡迎收聽健康問梁醫 太空人在太空滯留半年啊 他每個月流失的骨質量等於高齡長者一年 流失的骨質量是真的有這麼多嗎 對 我相信在很多科學研究裡面 尤其是有在做太空計畫的這些國家 他們對於這個太空人的方面 各種生理機能啊 肌肉重量的這個評估一定是非常多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研究一定是他的可信度是很高 只是說為什麼太空人他本身 他的肌肉流失會這麼快 第一個他的太空中 他是屬於一個五重力的狀態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星戰片我們看很多嘛 如果這個太空站他是會旋轉的 他可以製造一個假重力 那麼他是可以運動的 但是一般來講 在那短時間的這個太空任務 他是不太可能製造這個所謂假重力 所以他是在一個零重力的狀態上 他不管本身的身體的重量 他沒有重量他不需要支撐 然後他有需要的這個活動就是他的肌肉去挪動他的身體 但是他挪動了身體之後 他也是去拿一個沒有重量的東西 那所以他等於全身的肌肉就有一段時間 處在一個不需要負重一個很輕鬆的一個範圍 那不管是對於肌肉的力量的減少 或是因為剛剛所提到的我們的骨頭 如果都沒有承受重量的話 他也會跟著骨子流失 所以他不只會積少 他也會骨子流失 這個道理是雙重影響的 人體的結構 因為我們身體本身有他的體重 那體重當然是要維持各個器官的運作 那我們人能夠活動就是要靠肌肉帶動肌腱 然後再造骨頭的結構 那一旦你長期固定一個姿勢的話 我們的這個肌肉肌腱 他的伸展度並沒有隨時在改變 所以當你長時間固定一個姿勢 而起來活動的話 我們會忽然的這個肌肉肌腱的伸展 會造成一些肢體的疼痛 那這個肢體的疼痛 大部分都來自於說 你不管是長時間的固定 或是說你本身的運動量不夠 你的這個肌肉肌腱的強度不夠 那他耐受性也比較差 所以會有這個做一做 然後起來 然後就有一些 一些這裡酸那裡痛的這個情況產生 所以這類人真的他們骨質疏送風險會比較高嗎 還是 相對的也是會 因為我們的身體 這個骨骼會受到這個肌肉肌腱的力量帶動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stress 這個stress會讓這個骨頭的代謝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然後他這個這個四骨細胞 成骨細胞 他的這個整個骨循環 他會被活化 活化之後 你的吃的東西 裡面的鈣質 然後還有他這個這個骨頭本身的這個骨代謝 他才會被啟發 那你如果都不動 或是你都不曬太陽 那你的生成的這個原料也少 然後你攝取量如果又少 那你這個連帶的長久不動 然後就造成了慢性的骨質疏鬆的形成 這個是必然的關係的 現在大部分的工作形態都是辦公桌 然後面對電腦 那也許偶爾起來整理一些文件 或是說做的一段時間 工作一段時間 一定要起來給自己有一些伸展類的動作 那伸展類的動作包括頭頸 包括肩膀 那包括我們的腰 包括我們的下肢關節 那你每個關節你只要站起來 然後這個兩隻手往上 那你肩膀就可以活動 那你的頸椎 因為我們大部分盯著電腦 都是同一個姿勢 那這個對於頸椎的椎鍵盤 也會產生一個固定的壓力 所以我們都建議說 你看著電腦看一段時間 最好你的電腦螢幕是平視 那一旦你的電腦是有一個角度 你最好要把這個脖子要能夠 盡量往後伸展 那你往後伸展的話 可以釋放這個椎鍵盤的壓力 那我們長期看電腦 有時候甚至人的這個眼睛 也會隨著年齡慢慢老花 那我們又越看越近 那你的腰就會前傾 無形中這個腰椎的椎鍵盤也在增加壓力 那你也必須往後 適當的往後伸展你的腰 或者起來深深染腰 那這個腿部的話 包括髖關節 包括膝關節 那你長期曲腿 或者有人喜歡盤腿 那你這個膝關節的單點壓力 就會造成膝關節的軟骨容易磨損 那我們就可以把髖關節膝關節都可以動一動 然後甚至往後伸展 往前伸展 然後或者蹲下一下 轉起來一下 這樣都是對於關節比較不要長時間的 維持在同樣一個張力的情況下 來造成一個慢性的疲乏 而產生這個肌肉肌腱的長期的痠痛 骨頭的代謝來講 以前古時候的人常說 這個我們講 打斷手骨電動用 那他當然他是一個活化這個骨代謝的一個過程 骨頭受刺激 他就會生長 甚至你刺激過多 他會過度生長 這是過去 尤其是青少年骨子的發生的時候 有的時候骨頭長好還變長 這是一種過度生長 但是以成年人來講 當然不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骨頭有負重 才會致進他的骨代謝的成長 或者是成骨細胞的活動 這個是必然的 但是我們的人體的結構 並不是只有骨子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人體是多關節 我們每一個脊椎 每一個長骨 中間有個關節在 當然你負重運動是刺激的骨頭 但是也不要因為過度的負重的運動 或者是負擔 然後導致了這個骨頭跟骨頭之間的這個關節軟骨 或是這個椎間盤軟骨 因為過度負重而產生退化現象 退化現象也會產生另外一種 退化型的腰痠背痛 他就不單純是肌肉肌腱的慢性疲乏 慢性的耐受度不足引起的這種 腰痠背痛或者是關節疼痛 這是兩類的關節疼痛 或者是脊椎中軸骨痠痛的不同的一個現象 我們的骨銀行存款 那骨銀行存款就來自於說 在你青少年時期 你的運動量 還有你的活動度 還有你攝取的東西 還有你是否有充足的這個陽光曝曬 有些女生他比較愛漂亮 他的不曬太陽 那有些人他比較 他比較像現在就是我們叫宅男嘛 他不太出門 那有些人他是夜貓族 他晚上才出來活動 那這樣子的 在骨頭形成的發育過程中 這就是導致他的所謂 骨銀行的存款 會有一些差異性 就是說喜歡運動的陽光少年 跟一個只喜歡躲在家裡半夜打電玩的這個宅男 他的骨銀行存量一定是不夠的 那相對每個人他到了他的骨巔峰之後呢 他在30歲35歲之後他開始流失 那每個人流失的程度其實也因人而異 就像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開始上班了嘛 那你如果已經必須走路要去上班 或者是你每天搭地鐵有運動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這個 在家裡的這個網拍族 那他流失的這個速度又會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多年的一個範圍 來導致最後的後果 那正常來講 如果說骨質健康的人 他的活動度OK的人 他這個骨密度的流失就是 就會比較緩慢 那如果是相反的 這個攝取量也不足飲食不足 或者是體重過低 或者說他陽光曝曬不夠 或是飲食不夠均衡等等 這些因素他的骨質就會逐年流失 那逐年流失就會有前述 我們所提到的一些症狀啊 比如說他會比較容易腰痠背痛啊 然後或者是說他耐受度比較差 當然在四十五十歲以前 他可能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每個人還是有 他的骨頭的成熟的一些骨本在 可是一旦流失以後 我們把這個骨密度減低 我們都把它稱為隱形殺手 就是說在你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這個疾病這個現象 已經在自己的身上 那有可能就會因為你一個 輕度的一個外傷 外力的傷害 比如說只是一個扭道 或者只是一兩個階梯的跌倒 那你就會導致骨折 這樣子的話就是容易 產生骨質疏鬆的一個族群存在 不想錯過健康問糧衣嗎 歡迎訂閱糧衣健康網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爸 期待你我在共中相會喔 掰掰